如果是以现在的经营方针 这样扮下去的话 中央迟早要收拾他们 那怎么办 那就不发牌给你了 所以苹果日报迟早都会被倒闭 所以这个 欢迎大家收看下一集的是C对话的 我是葳葳和施老板的 施老板再次欢迎你 大家好 OK 上一集我们就说了是梁家荣 那个被提早解约的事件 引申到整个传媒的发展方向 其实我想继续是再问你 因为其实如果你说反对声音的话 我们不只是看香港电台的 你商台也有的 你苹果日报也在 你什么香港01那些 有人都说他怎么怎么有问题 那这一类型的传媒 将来是会发生什么事 我不知道中央的政策怎么做 我说新加坡就一到尺一 是的 就立刻处理了 就是你这边的报纸不符 李光耀觉得是损害新加坡的建制 基本利益的 他不让你发行的 你发表某些意见 他可能逮捕你 小的告你诽谤 大的就有各种各样的法例可以制约你的 那这个是新加坡的做法 但是香港就松开 那大陆我相信他的理想就是 最好就是找有一些人做一些示范 希望其他人懂得做 跟着做 哦 我相信就有一些报纸就不 电台譬如商台 那看他的样子不会懂得做的 那怎么办 那就不发牌给你 会的 发牌给你 为什么不会 OK 继续 最多这个跟西方的一些价值观不一样 那他不会再理这些事情 因为这个关系到他的政权的生死存亡 他不会就是以这个为标准 你说不行就不行了吗 我以为是因为 就是譬如管制香港电台 都不是1908的声音 是十年前都有的 为什么呢 就是譬如建制派就觉得 你在用纳税人的钱 不是 你在用的是香港政府的钱 骂回香港政府就不对 是这个点 所以 不是这个点 所以管制 你们也有个点 香港政府的钱是你的吗 香港政府的钱是香港人的钱 这个是他的逻辑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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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为香港人发声 问题是哪个 是的 香港人的原因 是的 那我说 是 香港 除了是 香港人的香港之外 也是 中国人的香港 那香港 那香港回归 是 你已经看到是哪个主导的 香港回归是因为中国要收回 不是英国人要交给中国 也都不是因为香港人想回归 所以香港整件事主导香港的力量 是在北京的 就不是你说 香港是怎么办 就是怎么办 要说政治实力地位 嗯 所以不是说 那你说投票 香港人投票 那他可以说全国一起投票 嗯 香港可不可以沙田独立投票 沙田决定 沙田怎么走 都不行 问题是你的圈怎么画的 嗯 那会不会有人说 那两制的意思在哪里呢 那两制现在还是 譬如大陆行社会主义制度 我看到网上最近有一段 就是深圳价格限制 买楼 经济等什么价 政府都规定 那这些文 国家 两制 是 国家决定市场 香港我相信 就不会走这些东西 但是 你说香港在政治上 会不会 要走北京要求的东西 当然会 但是北京是想保留 香港有 它一定的两制的特色 所以香港走资本主义制度 政府所扮演的角色 它在这方面 它也会有制约的 譬如香港走普通法 就不是走欧陆法 但是不是代表人大的决定 不可以在香港走 我即使是走普通法 上级法院 都可以制约下级法院的判断的准则 另外 即使普通法下面 成文法 都是主导 责惯法的 一旦有了成文法 一旦上级法院做了判断 那香港 都要跟随的 但是 你说 商业的 普通的合约糾纷 商业糾纷 它不介意让你用普通法 明白 方式去处理 但是譬如牵涉到国家利益的 那现在它可能就收回 那刚才我说 港台会受到一定的制约 我相信 外籍法官的判案 都会受到一定的制约 就是将来 如果你不是根据北京方面的定立的准则去判 那它最终都可能不让你外籍法官判 才可能不让你判 和政治有关的案件 如果你都不让 那就直接不让你参与香港的司法运作 那这个 嗯 遲早 会出现出现到什么程度 看 那个 就是 双方面 大家自己走位 是不是大家都过到 那意思而已 那所以香港 明白 这个制度上还是行资本主义 还是行普通化 还是有一定的自由 譬如 我说香港人 向来有移民自由的 以后都可能 不会那么容易收回的 我相信 但是 如果 可以说 就是 之前有人说 就说 香港会 取消 雙重国籍 如果根据中国的 法例是没有雙重国籍的 有些人说 哇 你去申请BNO移民 可能申请的时候 就取消你中国国籍 我相信 就 未必那么快会行这件事的 那这个 标示香港人 还可以有这方面的选择 但是这个都是在国际大环境的 比如说 中国和西方 进行热战 那当然不能去 敌对国家 你去敌对国家 他当你 搬国 或者搬国 那你就另一回事 就是在和平状态下 香港人 暂时都应该是 不会因为 选择移民 而没有了香港的居留权 但是根据中国的法例 如果搬了去外国住 在外国已经入籍 你是会自动失去了 中国的国籍 失去中国国籍 失去香港的 就是 作为香港 其实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部分 那你如果失去了中国国籍 还能不能回香港呢 这个是有移民的 我想继续讲讲传媒 就是现在 《苹果日报》的老板黎智英 他不是说要保释被否决的 那现在如果 就是你之前都说了 就是肯定会判刑的了 就是十年以上都有可能的 我想问你如果是真的被判 譬如十年以上的话 《苹果日报》会是什么下场 就是我自己 只能够说《苹果日报》如果是以现在的经营方针 是这样扮下去的话 中央迟早要收拾它们的 这个没有可能是一个新建立的制度 刚刚开始的时候 容许一个完全和它对立的传媒在一起唱对台戏的 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明白 所以《苹果日报》就是迟早都会被倒闭 结果是这样 除非你买了 除非施敏青买了 不是 我说这个是看整件事的演变 就是中央没有像新加坡 《苹果日报》一上台就立了大权在握去做 那他也一直扮演一定的角色 推动他转变 如果他是慢慢演变到 就是知道自己怎么定位 没有跟中央对着干的 那当然如果他老板是黎智英 黎智英也不会被这份报纸变了中央的 所以暂时我是看不到 就是《苹果日报》长远可以在香港生存的 你会不会买下来 可能他买盘 你为什么会认为我会买下来 我不知道 那《苹果日报》有一定去运作 他的粉丝 《苹果日报》现在不是一间普通的商业报纸 它不是商业行为 把报纸涉本 那如果商业行为就收拾了它 现在是黎智英借钱给《苹果》运作 不是 你作为不是全资拥有者的 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起码25%在外面 《苹果》可能不止了 那你如果公司需要钱 你就发生股责资一起去做 公司在虚钱 黎智英私人不断钓自己的荷包 去贴这间公司去营运 所以《苹果日报》基本上不是一个商营的行为 报纸是一个私人的报纸 明白 不然怎么会一路虚本一路贴钱下去 是它自己贴钱下去做的 明白 又不是靠读者的钱 又不是靠股东的钱 是靠它一个人的钱 在其他的国家 他可能认为这张报纸 说资金来源有问题 就是认为它政治取态有问题 所有新成立的政体 都会很容易去控制传媒 因为一个政府 现在我看到全媒 香港不止一间 都是专挑政府的做得不够的地方 去放大的 那么任何人做事都有妥与不妥的 一定有些事情不妥的问题 它整体来说 在整个世界层面来说 这个政府运作得好不好 明白 你一定要找到它的东西 一定不妥的 现在就是香港 去找政府不妥的 去否定的政府 因为有些事情 不是说想指出缺点 让它改过 而是你想踩低它 推崩它 这个政府不会让你这样做的 明白 今天很感谢施老板 说一下传媒 多谢你施老板 新年进步 洗澡 绳赛 进步 进步